韓國新品Long Shown 近期舉辦了2019的秋冬新品建賞會 邀請了很久沒有在台灣出席活動的 女星顧必婷來站台 今年3月才剛訂婚的她 當然媒體非常關心她的婚姻狀況 她的老公是向左 是香港娛樂大亨向華牆的兒子 所以大家非常關心她們的婚禮會是什麼樣子呢 什麼時候舉辦呢 你要穿什麼衣服呢 讓我們來聽聽看國畢婷怎麼說 法國精品品牌Long Shown 近期舉辦2019秋冬新品建賞會 邀請氣質女星國畢婷演繹2019秋冬新品 完美詮釋喜愛漫遊世界各地的獨惠女性 展現無味的時尚態度 國畢婷身穿一席珊瑚色條紋連身短裙登場 飄移的裙裝搭配搖滾金屬錨釘滾邊裝飾 腳踩蟒實壓紋牛皮平底長靴 優雅又不失帥氣 接著又換上另一套LGP圖騰羊皮夾克 搭配高腰皮革短裙 一身俐落黑白時裝配上本季全新登場的紅色手袋 扁亮整體造型 婚姻腳上同樣有水蛇壓紋的高跟懷靴 狂野不羈的打扮展現她有別以往的帥性風格 今天穿搭的這個系列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他們一個圖騰的系列 然後她身上會有一種雖然她是一個女性的品牌 但是她身上的這個穿搭是跟那個德國一個建築是很有種硬朗的設計搭配而成 所以我會覺得她可以很帥氣又很有旅行美麗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謝謝 那有沒有最想今天逛完最想帶回家的樣子 都有欸 都還蠻想的 像這款我就都還蠻愛 因為這款它其實設計的就是 可以讓你就是在旅行當中 這個大小很方便使用以外 如果你去參加很正式的長額 它又很有格調的出現 然後它又可以裝下很多好裝品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而且它本身這個LOGO是今年 它70年來 平白70年來路上的 第一次有這種LOGO設計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環繞旅行為設計靈感的全新秋冬系列 融合巴黎與紐約兩大都會的動感與能量 也讓熱愛旅行的郭碧婷產生強烈功名 並與現場開心分享遊走世界時的感受 其實我最近的旅行感覺都是偏向工作 對 我最近有參加一些證書 然後會本身就是旅行去 所以好像都有點偏工作啦 還沒有真正計畫就是真的真正的 那種不是全工作的旅行 不過聊到大家最關心的 和香港豪門子弟向左的婚事 郭碧婷維持一貫的悶騷個性不願多談 更否認已經懷孕的傳聞 有網友就是遇到你在拍那個真人秀 然後就說你好像穿得很寬鬆 對啊 對 懷疑你是不是有懷孕這樣 因為我可能私底下穿著屬於喜歡休閒 然後可能就是那些衣服很容易讓人這樣誤會 但沒有啦 有好消息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囉 對 所以現在大家也很關心婚禮的進度到時候 婚禮的進度吧 其實因為我還是一個屬於 不喜歡的 我覺得到時候大家一定都會知道的 然後 因為我實在太 太悶騷了吧 就自己還不喜歡說一些私事 但是 我副家那邊肯定都會 應該是會很喜歡 到時候我一定會好小心 大家會知道的 其實我這邊就很比較懶 不太愛說啦 對 而在這場秋冬新品秀上 備受矚目的 除了女星郭碧婷 還有龍爽和日本當紅設計師 Oki Sato 所創立的設計公司合作 一口氣推出三款全新聯名包款 以輕盈結構和可折疊形狀 文明的經典系列包款 加入可拆卸及折疊的隔板 不僅能當作儲物盒放在家裡使用 更是一個大容量的堅固寬底手袋 靈活的設計除了充滿趣味 也賦予系列包款更多的生命力